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脸上浇水 我出这么多汗还不够吗 我感觉这个颜色 上脸还挺细腻的 颜色也比较温柔 比较干净对不对 感觉比较适合用在日常妆 上班的时候应该也可以涂一下 就化职业妆的时候也可以上脸 感觉这个颜色特别好 就知道你们会质疑我直播的真假 所以我今天设立的一个主题就是 健身房一日游 方总 市场部现在实时关注网络上的 风评导向 一有问题出现 我会随时跟你汇报 柴小七呢 柴小七呢 柴小姐现在应该在健身房直播 应该马上开播了 方总 其实那家健身房啊 特别紧 就在公司楼下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呀 您肯定没时间 您为了工作 那是呕心沥血呀 我应该向您学习呀 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 把满腔热血都呕吐在自己的工位上 知不尽 我们F集团所有彩妆 全部都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放的 方总您要的资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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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除了这么多大 我这个脸上的状态 和我的妆容 甚至还是很棒 这是因为我用了我们F集团 的定妆三分 真的 持妆效果 真的一一起帮我跟你说 往脸上浇水 我出这么多汗还不够吗 老板 买单 不用买单了 今天免费 谢光 小布 注意前方黑粉刷屏 恶意带结构 收到 不就是拼手速吗 干 对方今天是下鞋本了吧 哭得这都是五块钱的水军吧 突然太能怼了 我会撑不住的 别怕 看我不堆死他 你在这发的是什么呀 连五毛钱都不值 这个人对得不错呀 说话坑乡有理由不带脏字 还有客观事实 不卑不亢 厉害 你说的这位是 今天也是更爱老板的一天 还是那个冷冷的冰雨 在我脸上胡乱地拍 都不错 一个温文尔雅 一个血雨腥风 高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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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